大家好 我是徐公勇律師 歡迎收看今天的前進新台灣 我想要讓大家了解 大巨蛋現在似乎出了一點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大巨蛋的施工 發生了意外有功能 從施工高架上衰弱 現在重傷住院 那在觀察中 但是這個問題在哪裡呢 要告訴大家 這個公安意外最重要是 竟然遠雄沒有通報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 所以我們要問 遠雄這是什麼心態 他是習慣的隱瞞嗎 這麼重大的公安事件 怎麼可以不講呢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點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 如果他有隱瞞的心態 那請問大巨蛋的安全問題 那怎麼辦呢 所以柯文哲他說 他找來監控單位 中心工程顧問公司一談發現 現在問題更多 不過台北市政府把這個問題 很多的問題暫時列為機密 暫時不公開 我們要問為什麼 為什麼要監控公開呢 再看到周刊今天踢爆了 要給大家看 那我們看到一周刊踢爆 捷運局長周理良 曾經任遠東集團 鼎鼎公司的顧問 遠東是公開 挺遠雄大巨蛋的財團 他說如果大巨蛋拆掉 是世界的笑話 大家記得吧 那這個關係 那這個關係 周理良跟遠雄 以及跟遠陽的這個關係 引起大家的質疑 認為周理良到底有沒有瞞著 柯P而且包庇這個老東家 也就是遠東集團 那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到 阪南縣的安全 會不會有放水的問題 所以今天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特別邀請土木 紀事公會的理事長余烈 要來給大家精闢的分析 讓大家來了解 這是怎麼一回事 還有看到巨蛋的正義 這個巨蛋的正義以外呢 又看到了松菸 松菸文創發爆過程 王世堅議員 在台北市議員諮詢的時候 提出了 為什麼當時有一家公司 他提出了16.5億的權益金 結果沒有得標 反而是互幫只提出13億而得標 我們台北市政府這麼有錢嗎 16.5億不要 去要一個13億的 讓互幫得標 那現在傳出來 有人說李永平是背後的門神 真的嗎 那李永平這個門神背後 還有誰呢 大家也在問 真的是這樣嗎 那我們要找到我們的前台北市議員 現在的廉政委員 楊石秋要來給大家第一手的資料 跟第一手的內幕 不過在這裡 我們看到了柯文哲 他在大打台北市的五大弊案 在這個同時 福州合宜住宅 產生了裂縫 這個裂縫 正義非常的大 那這個裂縫 國民黨唯一的救星就是新北市政府的市長朱立倫 他回國到現在 還沒有到現場去勘查過 我們要問 南陵的道老不是說為了反制柯P 那他們要去檢查 安檢柯P他家 那我們要問為什麼不去安檢一下福州合宜住宅呢 為什麼不去看一下呢 是不是朱立倫之想的代子參選2016年的總統呢 所以大家正在問的時候 那朱立倫還有一個爭議就是董大媽事件 那我們看到董淑貞這個事件昨天 董大媽call in到我們節目來 對不起是我們call out給他 我們call out給他以後 結果他的整個發言引起了很大的爭論 那這十分鐘的發言短短一天之內 那我們看到網路上最少三萬多個人在點閱 現在點閱的次數人數還在上升中 所以我們要問 現在連燃寧很多的人士都嗆這個董大媽說 你會影響我們國民黨的選情 那我們要問 國民黨朱立倫你是黨主席 你為什麼不處理這個董大媽的黨代表的身分呢 董大媽他用九二共識同屬一中 來得標了許多中國上海的公共工程 那這就是一個利益囉 他擁有英國國籍 掛著歐洲台灣商會協會的總會長頭銜 在中國在台灣政商關係都非常的密切 不過他卻是中國統戰部的理事 還有中國的政協 不過在這個同時 國民黨政府聘他為強勿諮詢委員 還聘他為世界自由聯盟的委員 那大家要問 這裡面有沒有政治經商的利益在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蔡英文說的 他說民進黨不反商只反特權 這個只反特權不反商 是針對董大媽事件最好的一個評論嗎 大家都在問 另外再來看到今天一週刊又登出了什麼 國民黨唯一的五星級的現場 叫做劉振宏 他現在因為苗栗縣的煙火燈會 八億的账策曝光了 現在遭到監察院 遭到廉政署 遭到檢察官三路的偵查 那這個事件會有如何的發展呢 精闢的分析 鎖定我們今天的前進新台灣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東部大學政治系的副教授我們的徐永明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們的立法委員林國鎮 郭鎮兄弟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余美美 余博士 你好 雍虎 大家好 我們前台北市議員我們的政治評論員楊石鳩 石鳩 你好 國勇 大家平安喜樂 五六七聯盟的招集人張士剛 士剛 你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的土木技術公會的理事長余烈余理事長 理事長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到底現在出了什麼爭議呢 尤其大巨蛋 柯文哲說大巨蛋如果貿然聽功 大底沒有打好的話 可能本來現在會崩塌 但是現在又傳出了什麼 傳出了 大家看一下一週刊裡面 今天的這一個裡面 那提到了周立良蠻柯批 宜包庇老東家 這什麼意思 因為他曾經出任遠東集團的鼎鼎公司的董事 顧問 對不起 鼎鼎公司的顧問 那現在今天柯文哲說 有 他有跟我報備 他有跟我報備說 他曾經當過鼎鼎公司的顧問 那到底這怎麼一回事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那讓大家來質疑阪南線的安全呢 我們看看相關報導 嚴格檢查 7號上午10點半 台北市老檢處大動作派出10多人 來到大巨蛋工地進行安全檢查 因為一名灌漿工人在施工中不慎衰落 但第一時間相關單位卻沒有依照規定進行通報 我們對於這個狀況 今天特別來對於這個東元營造 還有遠雄營造 還有大巨蛋的這個公司呢 表示我們對他們忽略治安法 表示我們的這個 這個對他們的這種要求要加強 十幾人繽紛好幾路 將針對大巨蛋主體 隱城洞和飯店旅館進行全面檢查 但大巨蛋包商卻疑似想隱匿實情 還記得這令人震驚的一幕嗎 終結綠線工程鋼梁墜落 造成四死四傷 責任還沒釐清 負責執行的北市捷運局 又遭周刊批報 局長周立良 曾任遠洋營造首席顧問 把市長柯文哲唬得團團轉 如果我們不能諱言 因為捷運局寫的報告 當然還是會比較偏捷運局 那如果台中市交通局來做 一定偏交通局 所以我說那 這也預料中之事 所以我會 我說那簡單 那大家就 有關的人全部在一起 大家把大家的檢討報告 拿出來對 這位報告的確偏頗 外傳柯文哲很火大 兩度打槍捷運局 原來周立良曾在2008到2014年間 任職遠東的鼎鼎企業管理顧問 也就是出世的遠洋營造首席顧問 跟遠洋沒有關係 遠洋是遠東集團下面的營造公司 我是遠東集團下面的鼎鼎企管顧問 所聘請的顧問 那我在遠東集團裡面呢 我的服務單位是董事長辦公室 檢舉官方網頁上不但沒有寫 還在終結意外發生後 才向柯文哲告知這件事 周立良喊冤沒有欺上瞞下 但也引發質疑 你的老闆到底是誰 所以大巨蛋現在產生了今天的兩個爭議 第一個大巨蛋公安意外 台北市沒有接貨通報 再來就是這個爭議 那這個爭議現在今天 柯文哲出來講話了 他說的確周立良有跟他說 有跟他報告過 他曾經出任過鼎鼎公司的顧問 不過在這裡我們要問的是 公安的意外 為什麼沒有向勞動局申報 這個沒有申報今天網路就有跟他講 這會不會是習慣性的不申報 習慣性的隱瞞會不會這樣 對 許醫師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說 這只是這一次公安意外嗎 之前幾年的施工沒有其他公安意外嗎 第二個你知道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什麼 5號出口又發現裂痕 之前不是說5號出口裂痕 是因為什麼大氣什麼變化 對不對 是因為外觀而已 那你修補完之後 今天又發現裂痕 那代表說這搞不好是結構性的 我覺得周立良是個人才 可是許醫師他最重要是他的發言 因為4月29號的時候 他說大巨蛋板南線的影響 就像感冒一樣 你知道他下午這樣講的時候 大家都想說 當時余烈理事長也在這邊 大家都覺得說是不是要好好去看 是不是有下沉 你知道晚上的時候 徐旭東說大巨蛋落差會變成世界笑話 大家都想說為什麼笑晚上會有這個說法 這是台北市政府喔 這是遠東喔 其實記不記得我們其實有扣號周立良局長 在我們節目上面 我們問他安全如何 他說今天沒問題 當時大家嚇一跳 那今天沒問題 那明天有沒有問題 他說我們要組一個小組 專家多少加多少要進去 其實今天這個事情出來 不是去質疑周局長 而是說周局長要不要把更多的事情講出來 因為周局長曾經掌握捷運局之前 曾在遠東集團 他講說他在鼎鼎 可是又有個消息說他在遠洋營造是首席工程顧問 其實遠洋是什麼 就是這次終結不是掉下來 整個那個鋼梁掉下來嗎 施工的是誰 就是遠洋 所以現在這個柯文哲要帶著周立良 帶著北捷去跟林家隆報告說 當時為什麼會下來 那林家隆在那邊講說 到底這個你的局長跟遠洋之間的關係 跟徐旭東的關係 會不會讓這個事情弄不清楚 我相信柯文哲沒有問題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他下面這些幹部能不能把一些事情澄清 他用了很多之前有問題的 比如說我們是新生高 這個我們以後會談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想周局長能力沒問題 可是你之前的政商關係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調查 尤其我們現在比較擔心 大巨蛋在施工 今天又出來說中興顧問工程 發現大巨蛋有很多問題 可是市政府現在不講為什麼 因為要作為未來談判之用 其實我只覺得柯文哲要 柯市長要注意一個問題 你至少要把板南線的安全保證好 板南線是大巨蛋沒完成之前 很多人在做的 現在每天幾十萬人在那邊做板南線 如果板南線不交代清楚 今天又發現裂縫 我覺得如果真的出問題 這不是柯市長擔得起來的 所以我們看到了大巨蛋的施工 發生了公安事件 一個工人從這個高架上摔下來 他竟然沒有通報台北市政府 那我們要問 他的施工影響的板南線等等 有裂痕等人他會通報嗎 所以大家講這會不會是個 慣性的隱匿事件呢 所以我們請教一下 余理市長 今天我看到捷運出口 我剛剛聽到你在講電話 出口的什麼裂痕不是問題 真正有問題了 是板南線的隧道會不會出問題 這才是重點 怎麼來看呢 是你 我曾經在某電視台 那個主持人call out 我跟周機長有一段很長的對話 我今天要質疑的除了 剛剛大家討論以外 我一直感到很不滿意的一點就是 為了板南線的安全 我一直呼籲他說 你應該把這個監測 隧道已經變形了量 我們現在有的資訊只有到4124號 那從4124號到5月6號 兩個禮拜的資料呢 沒有 到底這兩個禮拜當中有沒有惡化 我一直呼籲他要公佈 周里昂是一個優秀的工程師 無可否認 但是第一點 對這個 除了剛剛您提到 另外這個資訊 我們才能去研判後續 隧道的變形量怎麼樣 第二點 我一直在提醒 我在電話中 在這個call out對話當中 也提醒他說 你還有市區沒有挖 還要再往下挖兩米 你是不是去考慮 下半月板南線 車子不跑的時候再去挖 白天跟晚上上半月不要去挖 不理不睬 這個無關個人 其實他是我的好朋友 其實好朋友我還是要批判 就這個事情他不理會 不回應 動作不聽到 所以我今天很遺憾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時候 捷運局去核准他 讓他可以挖的比板南線還深的五 兩層樓五到七米 離板南線只有十三米半 為什麼你那時候捷運局不叫他退到五十米外去挖 這句話我們說破了嘴 柯P未必聽得到 他也不一定看我們的節目 但是這個話你州局長應該很清楚 他也是土木居士 也是我們公會的會員 你必須要很忠實的跟你的老闆報告 我相信他跟柯P講 這個也不是柯P市長在內 也不是你周里朗捷運局長在內核准的 為什麼你要去概括承受這個風險 我跟周西長在電話中我提醒他 我說局長我同意 我們在五月底以前 大理港元 我們的安全過關 對我說 癌細胞檢驗出來是良性的 但是不要忘了 我提醒他 我說這個叫短期性的安全 那長期的安全 未來五年 十年後 萬一有一個大一點的地震 在我們大台北地區的所有土層 還是說我們邦宮附近這樣 六級的地震 而且潛層的地震 所以你的大理打完了 我們的阪南線 就在旁邊有一個那麼深的坑 而且這個坑洞 長度大氣壇跟商業大樓 這個範圍一兩百米 本南線的安全會沒有問題 長期我講的是長期安全 他到現在為止不理不睬 所以這兩個禮拜的數據都還沒有公布 所以石秋 怎麼來看說4月24號 我們余理事長在這裡講到 數據我也給大家看了 那一天我們都公布給大家看了 我們還在我們的觸控螢幕上 一個一個一張一張圖 請土木祭司來給大家看 包括全國聯絡會的理事都來講給大家看 那這兩個禮拜沒有 大家再問 那捷運板南線真的安全嗎 尤其長期是安全嗎 石秋 郭勇 你知道現在的問題是出在 柯P已經進退兩欄 我記得我們在上個禮拜上另外一個 有台節目的時候有一個土木祭司 叫王偉銘 他非常清楚 因為這個東西不牽涉到藍綠了 也沒有牽涉到所謂的這個政黨的對抗 他完完全全專業對專業的 那個沒有辦法去說公說公有禮婆說婆有禮 或者是說你講的我相信 你講的我也相信 不能用禍心理的方式 我記得他在節目上就 我想余烈可能也認識他 王劍那個 台大圖木系 對 台大圖木系的 沒有技師執照 對 他講說這個東西主要 他說是土腦力學裡面 第一章就談到的 因為你目前來講 如果你開挖如余烈理事長的 在位置遠離50米的話 你開挖目前的22.6 可能隧道不受影響 但是你的寬度只有12.7米 再加上你的深度 從13.5往下開挖 已經叫這個所謂的 這個板南線的隧道 深的時候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除了他說應該要立志停止開挖 我想余烈理事長也提出這樣的見解 否則的話 他是斬釘截鐵的說 一定將來會出問題 如果你繼續開挖到22.6米 他說將來的板南線的隧道會變形 甚至扭曲 他說一定會出問題 我後來 因為我有一個同學也在捷運局 他打電給我 他是說他認為 王圖木 那個王圖木技師 他認為說他的看法是對的 但是我就問他 我說為什麼你們基本上來講 不去這個 不去榜印呢 他說因為這牽涉到成 他的成績比較低 所以他說這個事實上 按照這種算法 我相信今天我們預理上在這裡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而立即的問題 所以已經好幾個人都確定會這樣子 他說那時候 會危險 對會危險 我想就如同那個預理上提到 他說如果你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把大巨蛋 從目前的距離拉到50米了 那你現在你繼續開挖的結果 當你開挖到22.6米 而這個所謂的 這個隧道又在16到18米之間的話 因為你比它深 所以將來他們 用土壤力學一個算法 我現在預理上也會算 你一定會切到 這個所謂的力量的變化 會擠壓到這個隧道 那這個隧道將來就會變形 最後可能會造成整個板南線 所以長期會有問題 而且他說 而且他是斬釘截鐵 在電視上公開講 他說一定會有問題 一定會有問題 所以長期的問題 長期來講我們都死了 這經濟學家講的 但是他說這個長期的時間 也就是說 這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很長 也許不會很長 也許我們有生之年看得到 但是會不會這樣子 他就躲避了這個責任 所以玉林市長 你剛剛有提到長期 這長期到底多長 會怎麼樣 謝謝主持人 再給我兩分鐘 我報告一個 我想全台北市 我們全台灣 所有的民眾所關心的是未來 我們後代的子孫 我想每天在談這個議題 大家也談膩了 談反了 我覺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周里朗造成的 他一直沒有講實話 沒有以一個一級主管專業的立場 很忠實的告訴柯P 造成柯P現在舉集不定 我不知道柯P能不能看到 我們今天的節目 談什麼呢 長期 永久 其實我們現在呈現了三大危機 一個是板岸線的安全 一個是共構 這個巨蛋 傷害到的怕影響到巨蛋安全 還有一個什麼 緊急避難逃生的問題 這三大問題要如何同時解決 還有兩個跟安全無關 跟錢有關 一個是隱從講的300億200億怎麼辦 另外一個是環保團體 要公園的問題 不要砍樹的問題 其實是三加澳 這五個問題 當然三個問題 這三個公安問題必須要完全解決 所以今天爆出來的這一個所謂的 會不會是門神等等 大家產生這個質疑 那怎麼辦 給我一個 給我一分鐘 我要講一個什麼事 如果有一個方案 因為周理朗 你如果願意跟柯市長講實話 柯市長會認真的去思考 如何解決這三個問題 可以完全解決 另外那兩個問題 其實你可以有選項 把大巨蛋跟傷害到樓的B4 B5 完全的填掉 傷害到樓拆掉 留巨蛋就好了 這樣子三個問題都解決 那唯一就是環保團體會有點異見 那我們的傷害也會從300億減到剩100億 當然你如果這三個問題都要解決 那只顧到環保團體 不顧環保團體只管100億的話 那就是把商業道樓飯店這些都留著 把巨蛋拆掉到郊外去蓋 這也是個辦法 但是這個環保團體一定反對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還是把地下室拆掉 填掉把商業道樓全部都剩巨蛋 所以現在繼續挖顯然會危險 但是下面不要挖那麼深 停車場少一點又會怎麼樣 不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但是柯P現在沒有辦法進去主導這個施工 所以問題都出在這裡 所以顯然的今天又出了這個 周理良蠻柯P移包庇老東家 因為他曾經擔任遠東集團鼎鼎公司的顧問 而遠東顯然是挺遠雄 遠東跟遠雄雖然不一樣的公司 但是但是挺遠雄 然後在這裡偏偏遠東 它裡面的子宮是遠陽又是做終結的 所以大家在質疑這個關係的時候 那板南線的安全怎麼辦呢 現在看到的今天怎麼樣 這個發展怎麼來看 我想當4月16號林青龍副市長要說 用最高規格的安檢標準 來檢視大巨蛋的安全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同樣的板南線 不管是許律師你講的 余律師長講的 從長期來講的話 也應該用最高規格的標準 來看這個問題 但是今天一週刊登出這個東西 讓我覺得說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想專業的問題 於是他們比較懂 但一週刊登出這個東西 會不會柯P的團隊 開始質疑所謂的州立 這個新聞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什麼 是一週刊的記者主動去採訪 去蒐集資料 一種是什麼 因為這裡面還提到 台中市政府的副市長林寅三 到台北來 跟副市長林青龍開會 還柯P指示哪一個顧問 去跟台中市政府做協調 這個記者怎麼會知道 這麼多內幕 除了是柯P身邊的核心 去跟他講這個事情 那如果是柯P身邊的核心 去點到這些問題 那是不是柯P裡面的核心 對周立良已經怎麼樣 開始產生不信任 因為這裡面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 就是終結的整個 死了四個人的 這個終結公安意外的事情 林家榮當然很生氣 這個事情重創林家榮的 所謂的聲望 重創林家榮的聲望 所以林家榮在一週刊裡面 這裡面就講一句話 柯P會不會被什麼 被虎了 被虎了 被周立良把他虎了 再加上說今天的標題是寫 周立良蠻柯P一包庇老東家 兩個事情加在一起 我判斷了 周立良可能怎麼樣 待不久了 待不久了 我看他今天開記者會 沒像上個禮拜 跟我們在call out的時候裡面 講話那麼有自信 也沒看到接受專訪的時候裡面 是那麼有自信 但我還是覺得政治的問題一回事 柯文哲市長 你怎麼用最高標準 來檢驗這些問題 我想在座裡面最專業 包括余理市長 很多的土木技師的專家裡面 你應該趕快組一個專業團隊 但是我比較吊詭亞裔的是 余理市長現在提到一個問題 我記得上個禮拜 我們跟周局長call out的時候 他也同意說 應該把所有相關的數據資訊 要把它公佈 要把它公開 這是他承諾的 那為什麼兩個禮拜 沒有去公佈這些資訊 這些數據 因為上個禮拜就 其實你很清楚嘛 公佈的時候已經發生 未以示公佈的問題 那這個我們就追 我們看他到底有沒有上網公佈 或者是有沒有人 他當時候承諾大家說 要把這些資訊裡面 要把它公佈出來 這個我們數據 我們再來追 追出來以後 給專家余理市長看看 就了解了 不過我們在這裡 把這段讓大家看 大巨蛋施工是否影響 捷運板南線的安全 台北市長柯文哲 與捷運局長周理良說法不同 導致外界一片花蘭 周富賀遠東集團董事長 徐旭東挺大巨蛋的談話 更令外界質疑 他的上級長官到底是柯還是許 所以妹妹這樣看起來 不管怎麼樣已經造成了一些質疑 大家開始在質疑 而這個質疑顯然對柯市府是不利的 那顯然的這個不利 當然如果要推到最前面的原因 那當然是馬市府跟好市府造成的 但是現在我們人民不管你誰 我們只安全誰能給我們安全 我必須要講柯市長 這件事情真的不能等閒逝之 因為雖然都是在馬好時代來做的 可是你是要承擔這個後果的 余理事長剛剛講的 實在是讓我膽戰性驚 尤其是當我還記得 之前的一週刊講什麼 講說有所謂的市府高層說 只要一樓空間疏散這樣就好 可是余理事長明明有講 結構安全的問題 你商場只能耐五六級地震 萬一一個大地震來 你會拖垮大巨蛋的 第二個捷運安全板南線的問題 那每天的運量有多大 你就黑米豆腐保庇一下 沒有大體重 然後這個大體重 我跟柯市長講 你賠不起還有刑法上的責任 你底下人到底有沒有 完整的把資訊告訴你 今天已經週刊提出這些質疑了 那所以我就不是只是說 當然週裡梁局長事前有說 我在鼎鼎認職過 好 這一點我們肯定他 但是我們要請問 終結的事情為什麼這個報告 這樣避重糾輕 你瘦的態度是什麼 還有包括剛剛 我們的余烈理事長所講的 不只是這個監測職 你剛剛講到一點 他讓我觸目驚心的事 他跟週裡梁講說 不然你也拼命要再黑那個大體 會拼命這麼黑 為什麼會拼命 你記得終結的事情嗎 那時候鋼梁掉下來 大家是不是說 為什麼你要在尖峰時間掉鋼梁 是不是 你為什麼不是在晚上的時候清空 結果週裡梁局長也沒有給你答覆 現在又開始在黑 而且我現在已經confuse了 為什麼 因為柯比講一句話 他說 到底沒有挖好錢 是我怕遠鄉 他這樣說對不對 所以我們搞不清楚 到底要不要現在要不要挖下去 你不挖下去 是真的是會讓板南捷運線垮的嗎 還是說要像李市長所講 趕快把土填回去 我現在都搞不清楚了 我現在擔心的是 這個板南線的問題 可能從短期到長期 會不會都有問題 到底該怎麼做 那我要請問柯市長 如果說台北松菸文創 你一切都公開透明的話 那很多東西為什麼不公開透明 讓我們看 因為公共安全有機密可言嗎 那第三個我懷疑 老實說 包括柯市長的一些用人 還有裡面有多少的內鬼 我都很懷疑 我們是懷疑一個周裡梁局長嗎 我說得拍一聽一下 你找一個何敬良來幹大巨蛋執行長 我們在下面議說 何敬良的體育局長 那個人就是他主導的 你為什麼找這個人來呢 保隆斌的體育局長 對 而且就這個體育局長 不就是他主導的嗎 而且還罵過他 說他政治蟑螂 那你為什麼拿這個 要這個人 那我請問你 他們會給你完整的資訊嗎 四剛 怎麼來看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 物理看花越看越花 我的這個工業 對這個專業程度 其實怎麼樣 跟一般市民一樣 我們所要求就是安全 不管是在巨蛋裡面 參加活動安全 或是我每天搭捷運的安全 如果按照理理是講 這樣子講 是一個長期發展趨勢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的危險 我覺得柯文哲到今天這個時候 不能再把大巨蛋 當成政治再玩 我再講一次 因為這很重要 我覺得他過去四個月 是把大巨蛋 當作政治再玩 但是未來呢 要把它當成安全再顧慮 如果說這個安全 出了一點意外的話 請問你 你十個柯文哲也賠不完 對 你十個柯文哲也賠不完 你要面臨到很多刑法上面 追逐的問題 不是柯文哲挖的吧 不管是不是 但是他今天發現的問題 他發現的問題 我們的政府 是一個連續的政府 不必不是說 我這個案子 到了柯市長之後 重新招標 是個連續型的政府 如果你發現問題 不解決的話 那就代呼指手 他今天是要套 他把他自己的領導力 展現的時候 如果說你不能說 我現在又好怕這個 遠雄他不去挖這個底部 另外一方面 周理良前兩個禮拜就說 這小意外 這小傷風感冒 死不了人 不要忘記感冒 有時候嚴重會死人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柯文哲不能再玩 不能繼續再玩下去 一直玩一直玩 他要把這個拿出決斷力來 告訴我們說 他要怎麼樣去解決大巨蛋 跟這個板南線之間的公共安全問題 我覺得這才是上半 你剛剛那個一直玩一直玩 讓我相信 我以前一直玩 一直玩 交給柯文哲 我覺得 柯文哲應該去把聯盛找回來 當金發會的那個副子型 我覺得柯文哲現在五大案 就是一直玩一直玩 然後輪流完 今天玩完送菸 今天再會去玩大巨蛋 明天再去玩三創 我覺得這種態度要改的 這個剛剛施剛講的當然 以安全為核心 我們都贊成 不過剛剛提到 一直玩一直玩 大家馬上都笑 每個來賓都在笑 在想到 臉上一直玩一直玩 不過大家知道 安全是不能玩 這是一個事實 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其實大巨蛋安全問題 最早是誰提出來 其實就是柯市府 不是那個案檢報告嗎 開始質疑說 你那個疏散的問題 你當時保證你的東西 那現在又跟板南線有關係 那其實柯文哲有沒有意識到問題 他說他現在很怕大巨蛋 他現在最怕大巨蛋 為什麼 因為那個底沒有做完之前 板南線有沒有 我相信台北市政府 是知道這些問題 可是許醫師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這些 這些財團現在是聯合起來 松菸文創 昨天嗆什麼 叫你買回 對 100多億 101億是蓋的 30幾億的什麼 130幾億看你敢不敢 台北市政府不是沒這個錢 柯文哲講說 你不要忽視政府的力量 可是許醫師 台北市政府 旁邊有個叫台北市議會 要不要邊預算 誰要通過 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議會 是很多人 不是指一個柯文哲 所以我會覺得說 柯文哲現在遇到一個情況是 他希望把這件事情做好 可是許醫師 這些財團 是不是私底下 你想想看嘛 徐旭東 大巨蛋 關徐旭東什麼事啊 對喔 他為什麼挑出來講 徐旭東出來說 大巨蛋落差 會變成世界笑話 他幹嘛 他為什麼要挺遠雄 對啊 我意思是說 財團現在會不會已經結合起來了 一方面跟你講說 哇 你要不要贖回 這方面跟你說 我要跟你解約 這方面那邊要跟你講什麼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市長指一個 市政府這麼多 大家講說 裡面這些聘的人 用的人過去有問題 雖然柯文哲是用人不疑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旁邊這些財團的力量 是不是慢慢在集結啊 所以看到18世紀 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資本主義的集結 多可怕 資本主義的集結 他把封建制度打敗了以後 最後呢 他吃到了所有小市民的所有的錢 所以變成平富極端懸殊 因為這些資本家 他們貪得無厭 這些資本家 把人民 不行 他應該有的工資啊等等 全部 吃乾媽淨了 所以變成 資本家 吃了這個世界以後 導致 無產階級起來 所以才有共產主義出來 所以大家想一下說 這些資本家的 復仇者聯盟 如果集結起來 難道 我們這些小市民 要讓他 與其與求嗎 我們要問的是這個 所以柯文哲說 這個大巨蛋的打底 如果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 完成之前 我是怕遠雄的 遠雄說 我怕死了柯文哲 人怕鬼 幾乎人 小孩子怕問答 變成這樣子 我們要問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咧 還有這個 大家想一下 松菸權力金 好奇怪 好龍斌的好 好奇怪 13億可以打敗16.5億 我們台北市政府 太有錢了 人家要給你16.5億 不要 我只要13億就好了 給富邦 這裡面有沒有避案 那現在議員已經質詢了 檢察官查不查 我們特政組查不查 那怎麼辦呢 大家都在問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 看到了松菸的權力金 真的是好奇怪 13億可以打敗16.5億 台北市政府這麼有錢嗎 人家給你16.5億 他不要 他只要13億就好了 有這樣子的政府嗎 真的好奇怪 所以今天有人說 那個門神文化局長李永平 真的是他嗎 那如果是李永平 那李永平 背後還有誰呢 好龍斌嗎 那大家也在問 真的是他嗎 那後面還有沒有人 不知道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合法但是不合理嘛 所以不符合社會觀感 松菸文創燙手山芋 台北市長柯文哲定調 合法不合理 台北文創發聲明 希望終止合約 建議市府見價買回 台北市文化局也回應 要做好買回的準備 但柯文哲心中還有上上策 買回啦訴訟那時候是等候下資嘛 再回去把孫子兵法念一遍 這個花謀最上 其次花膠再花兵法 這個工程也佔最下 引用孫子兵法 把市府和廠商的談判 譽為用兵打仗 要及早查明敵方動向 以智謀取勝 但議員繼續追 質疑當初BOT案 招標決標過程 根本走後門 先指派評選委員 然後這些評選委員 再根據廠商來標 他們的計畫書 會寫的 或者背後走後門的 原來我們市府定的 80%的主體文創產業 竟然被降到65% 而現在富邦實際的營運 還不到50% 當初評審委員名單 經見前好市府實習 文化局長劉維公 原本只是個外聘評委 後來一路當上文化局長 甚至在柯文哲上任後 還對外宣稱是 2016台北世界設計之都負責人 自事甚高 現在卻被挖出來 當初招標公告連三遍 開發權力金 從15億降價到12億 文創比例也從80% 降到65% 但松菸實際上文創所佔的比例 還是達不到 聽說你們文化局現在連要進去葬梁 他都不給進 他的門禁是管得比較嚴 每天開罰5萬 北市府從5月1號開始開罰 台北文創公司每天5萬元 文化局長感嘆有無奈 甚至連松菸文創大門都進不去 柯文哲還在談孫子兵法上兵發謀 和實際執行面差很大 再來新聞李政道 陳奈宇台北報導 所以我們看到 看這個負標這麼大 負幫出價低卻得標 他憑什麼 這很奇怪 所以我們現場 我們前台北市議員 現在是林政委員的 楊石就在我們現場 那到底這裡面的內幕是什麼 這一手裡面的資料又是什麼 李永平是門神嗎 劉維公又扮演什麼角色 大家現在在質疑 石就這怎麼一回事啊 其實郭勇這個案子 最近剛網路也把我四年前 就開始質詢這個案子 在100年有質詢過 然後101年我去調查局 102年我去地檢署 102年我同時去了監察院 103年最後一次是2月17號去連政署 這個案子我告過劉維公 我也告過他其中一個 負責整個案子的 叫一個專門委員 因為你可以看他的會議 都有他在場 那我在查這個案子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你所面對的 如果說打老虎的話 就如同他的公司名字 富邦才是台灣大哥大 我可以告訴各位 台灣大哥大不是馬英九 不是蔡英文 不是柯P 台灣大哥大真的就是富邦 這才是真正的老虎 看你敢不敢打而已 他是台灣的大哥大 他的影響力坦白講跨越了 從台北銀行吃掉之後 你看他吃了多少公司 他第一個橫劃兩岸三地的銀行 他透過台北銀行的資金 吃了香港港基銀行 吃了大陸的華裔銀行 他是唯一兩岸三地同時擁有銀行的 資金來自哪裡 來自當時是市庫的台北銀行 他可以到陸去社分行銀行 而且他收購了他的大陸華裔銀行 大陸華裔銀行 他是收購的 他用收購的 還要馬英九準 另外一個最大的保險公司 不必 荷蘭的 他是金管會同意的 這是有經過金管會 金管會就馬英九的政府 沒錯啊 ING 他也被他在金融風暴吃下來 我們現在所用的所謂台灣大哥大 他也是在台北銀行吃下來 他併購了台灣大哥大 對媒體 大家基本上對他還是有敬畏的 那花了幾百億併購的凱博 也是由台北市庫的台北銀行進來的 所以第一年 九十一年的台北富邦合併案 是成為他今天成為超級企業 成為台灣大哥大的基礎 這個案子對他來講說實在是小菜 是小菜 中央是小菜 但問題對台北市民 坦白講是滿漢前夕被他拿走了 這個案子離奇的程度在什麼地方 他有三個時間點大家注意 因為我當時都告過 所以我大概時間都記得清清楚楚 但是後來沒有錯 就如同李永平講的 楊石秋去年二月他公開講 楊石秋這個案子送過調查局 去過地檢署案名申告了 證明我無罪 因為沒有涉嫌到貪毒 這樣所說的 他在96年的6月15號的那一次會議裡面 當時很妙 很妙就是我告過的這個人 跟北河市很像 這麼大的一個案子 是由一個鼓掌來主持的 一個鼓掌 你看到會議紀錄 鼓掌在我們 你當過11月3年 鼓掌的成績算是 鼓掌這一 大概就承辦人上面就鼓掌 承辦人上面就鼓掌 對 就跟美和市的那個案子 最後幾百億的分配 也是由一個承辦人跟鼓掌來負責 他這個也是 當天要主持會議的那個專門委員沒有去 他有個鼓掌來帶領 然後在96年的6月15號 訂了一個非常清楚的規範 就是我們所說的標金15億 然後你的這個權力金要在3年內 先要付20% 付20% 而且他的附屬設施和主體設施 也定得很清楚 主體設施大概當時來講是80% 20%做文創 其實這個案子為什麼精彩 你跟他從一開始設計就有問題 當時這個案子原本是希望遠雄一起來開發 遠雄不要 為什麼 大家你要了解這個死磨 遠雄說我已經要養個大巨蛋了 你給我這些商場 我不想再養那3塊 古蹟 他總共有3塊 一個是廠區 一個是他的倉庫區 所以他不要養 那為什麼 為什麼人家16.5億標不到 他13億標到了 這裡沒有了 這裡面有沒有什麼玄機 後來我們去告過 原因很簡單 BOT案跟所謂的地上權最大的差別 它的所謂的價格只是其中平分的一部分 所以就像鴻海山上文創 為什麼12個評審委員給他最高分 因為每個人都出10億 所以35分的價格就變成0分了 就由評審委員來決定 那這個案子同樣的道理 它是由評審委員決定 最後的分數差距也不大 最後14個評審委員給的是80.5對81.8 所以你16.5億 對不起沒有辦法拿 13億的拿走 但是妙就妙在我所說的 你原本在96年6月15號 你是訂了15億 你到了97年3月17號 才突然把說15億沒有人來 所以我們改成12億 小三億 對 那也就代表你原始 國勇你是不是希望15億 當然了 所以在97年9月25號的 這一次確定的招標裡面 97年的9月25號是很重要 你原本定的在96年6月15號很清楚嘛 你要的是15億嘛 那現在人家出的是16.5億 是你的底標的還加了一成 那你為什麼要給13億 楊玉玉如果是這樣的話 15億是有人要來標啊 對啊 因為 對 16.5 漢陽建設 你看喔 他說開發全力金標封內 報價為16.5億 那是97年的9月25號 然後 富邦是13 也就是說你15億有人要來啊 沒有錯 沒有在96年的時候那個時候 96年的6月15號 他是訂15億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人來 那所以他在96年的3月17號去改 可是他從15億改為12億 12億的時候 聽說是在75分鐘內 他完了全部的公文 那是97年的第三次生存會議 在台北市政府要降價的時候 但是起碼我剛剛講的觀念就是說 你原本的目標是15億嘛 你最早的目標是15億 雖然你在半年之後改成12億 可是當你97年9月25號 這兩家廠商 其中有一家是符合你的標準 結果他是以什麼理由 他說這一些 第一個 這個富邦啊 將來要負責維修這塊古蹟和活化古蹟 所以呢 他提出他的建築物 又以各種籠統空泛的理由 把這個16.5億出局13億得標 那更妙了 吳伯遠我補充一句話 最後 他說 不是要活化我們的古蹟嗎 對 活化古蹟從98年到103年 這5年 我們編了4億5000萬 全部我們出錢 還沒出錢 全部出錢 還出了4億5000萬 那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合約裡面他只有寫說 將來富邦文創會支援這個古蹟區 但資源不代表資助 他說資源不是資助 所以錢你自己出 我支援的是人 我會帶很多人來 所以富邦到現在為止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數字 富邦到現在 從98年簽約到現在 沒有給我們3億 台北市政府已經幫富邦花了8億5千萬 還幫他修復 8億5千萬 3億5千萬 所以後來之後 我說我補充他這句話 這句話 這就可惡在對郝龍斌 我問郝龍斌 你去看那個質詢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裡面有飯店 我不知道這裡面 所以剛才施邦講了一句話 我可以同意公共安全超過一切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柯P在一直玩 是郝龍斌在一直玩 而且他可以看 我質詢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各位去看我當時質詢 郝龍斌一臉茫然 啊 楊宇元 我不知道有飯店 楊宇元 我絕對不允許有飯店 裝算嗎 他說分成負責 裝算還是分成負責 所以我們問到這裡 16.5億的不要 他只要13億 這好像以前在考司法官 明明第一名考上的 結果呢 第一名考上司法官的 最後不入取 後面還有更多的優惠 因為後面還有更多的優惠 那為什麼他考第一名的 會被刷掉 不入取你知道 因為他反國民黨 因為他是黨外的 所以就不可以入取 以前國民黨執政的司法官 考試是這樣 那是不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 徐老師 這可好啊 剛剛 欸 石秋講的這一段 讓我們觸目驚心 這個剛才講說 郝市長都不知道嘛 他說他不知道裡面有飯店 不知道裡面有這個 當業辦公室 你看喔 今天出來的喔 好市府文化局長李永平 突然將開發權力已經 從15億調到12億 會議下午2點召開 要開真審會議 第三次真審會議 李永平在中午12點45分 才簽報 說要從15億調成12億 一小時數分鐘內的午休時間 簽文可以跑到秘書長 副市長 市長 許醫師 你覺得這是李永平自己做決定嗎 哇 中華民國最有效率的政府 75分鐘之內 把15億變成12億 而且 許醫師 是中午午休喔 我們好市長很勤勞耶 中午不休息在那邊批公文耶 哇 15億弄成12億 3億不要 你如果說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來 可是我問 有人用16.5億啊 16.5億 然後這個13億 許醫師 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是葉斯文講的啦 因為有評審委員啦 喔 評審委員誰可以打點 葉斯文那時候怎麼講 說我可以幫你喬評審委員 喔 重點在這裡啊 市長 喔 我覺得還好 不是那個16.5億的得標 如果這個被這家公司得標 我想話題更做不晚了 真的啊 因為為什麼 這家公司呢 叫漢陽建設 以前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耶 那最後呢 當然是後來被另外一家財團收購 是浮華建設的這個張崗維 那這個他張崗維的張同事長 他也去收購了遠東航空 對不對 那市場上也傳出 他最近如何如何 OK 那這一家公司的漢陽建設呢 曾經也做了標到很多像這種連開案 有啦 剛剛很多連開案 對 他做了很多連開案 包含在高雄協議裡面 達13處的連開 如果 拜託如果今天 這得標者是這一家漢陽建設 過去又有這種所謂的黨營事業的色彩 然後現在又被張崗 黨營事業的色彩 對 過去黨營事業 我請問你的輿論會吵到什麼地方 會不會講說好龍兵包庇黨營事業 至少人家16.5億是比實在一多 不過這BOT案的評審 我覺得有的時候 並不是最低標得標 你看這個 我們看高鐵就知道了 這台灣高鐵 他說政府不出資 到後來政府出了百億耶 所以我覺得這是要看經營能力 我剛剛為什麼會用司法官考試來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以為你考得最好 你考全國第一名告訴你 國民黨不給你當法官 司法官是考試爭槍死亡 這個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不過至少是16.5億跟13億 至少差3.5億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 這個案子我坦白講 如果是用地上權的話 就沒有這些爭論了啦 也不是只有這個錢 地上權也要標啊 這個事情是不是地上權 就是價格標 他本質是不是地上權 我請問你 你說你文創 其實不是嘛 你包三包 你什麼都做嘛 什麼美食 餐廳 電信總部 是地上權 我懷疑 我強烈的懷疑 一整個開始 其實就是想圖利富邦 我嚴厲的說這個 因為這個手法跟大巨蛋太像了 會不會是想圖利富邦 我跟你講 他是用保鏢的方式 我不知道是不是富邦後來 抱著贖罪的心 你說 郝龍明知不知道地上權的好處 當然知道啊 我舉個例子 他數字一算就好了 這郝龍明任內 他馬上先推兩個BOT 一個就是富邦 98年簽約的 一個99年簽約的三創 他在兩個BOT 在五年內所拿到的權利金 一個是1.3億富邦的 一個是鴻海四年內負10億 加起來多少 11.3億 你知道嗎 後來被我們罵完之後 從101年兩個變成地上權 一個是南山人壽 268.88億 兩年內負輕 另外一個同樣富邦 注意同樣富邦 變成地上權 一個是1.2公頃 五年給你1.3億 另外一個是1.8公頃 也在信義計畫區內 同樣富邦來標 負了172億 兩年內負輕 172億 一個是五年負1.3億 你就知道地上權 跟BOT的差別 BOT 由評審委員決定 地上權不囉嗦 全部比價 我現在就要講 這個事情的可惡就在這邊 你知道嗎 他也知道 他用BOT的名目 那BOT 你就不用 其實出的價格 是其中一個參考 你可以用評審委員來 第二富邦可以不用很高的代價 不用100多億 多少億的代價 你便宜便宜的 我就BOT 假BOT公共建設之名 但是所有的一切放寬解釋 我商場美食什麼什麼旅館 通通都來 妹妹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他的BOT跟地上權 是一模一樣 他沒有限制了 故意的 你知道嗎 那這人都一樣 他為什麼要不用地上權 好好的價格標 為什麼要用BOT 地上權就沒有特權了 地上權就有B 那給特權的意思 我把話講完 你如果用地上權的話 第一你代價要高 第二沒有特權 你不能用評審委員的方式 然後這個評委裡頭 我謝謝王世堅議員 他揭露出來這個劉維公 劉維公何許人 他今天我中午 我主持的節目我訪問他 他說這個評委裡頭 是劉維公去找很多文化人來組織 然後劉維公裡頭 在裡面發揮充分的主導作用 包括媒體有揭露 因為這個漢陽建設 不是拿16.5億嗎 富邦不是只有13億嗎 大家就說那漢陽建設 錢比較多 結果劉維公媒體就講 他在裡面語重心長的說 大家對富邦成品 有很深的期待 你不能讓漢陽建設 用育城中心 蓋科技園圈的方式來蓋 這樣是不倫不類的 因為漢陽建設還提出 做個1億的育城 要獎勵創業的 那變17.5億了 再加1億 結果他說 你這樣會搞成科學園區 大家不會要這樣子的 所以在他強力主導之下 媒體是這樣寫 結果後來就是多了0.8分 讓富邦建設通過 所以我強烈的懷疑 先是用BOT的明目 用文創你就打敗了一堆人 很少人來 然後又用這個BOT明目 我又不用地上權付那麼高的代價 我又可以透過評審來護航 那到最後就發生這個獎 75分鐘之內 你就絕標了13億 然後讓富邦來得 那是不是吃黨吃體 所以剛剛石秋講的一句話說 富邦多大 大到大哥大 他才叫大哥大 還真的呢 為什麼他看這個富標 你就知道 也就是剛剛施剛講的 黨營事業漢陽建設 這黨營事業 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竟然以薛為差距落敗 輸給了這個大哥大 富邦 這個大哥大是 他的51%台灣大哥大 真的投資者就是台灣大哥大 投資者51%台灣大哥大 49%富邦建設 富邦建設 我們再給大家看這一段 真的是台灣大哥大 這一段是王世堅的質詢 因為字比較小 所以我把它放大給大家看 這個字就比較大 大家看 王世堅指出 松菸文創案 在先期計畫書中 明定營運主體的文創產業 要八成以上 富屬事業如果餐飲 美食 銀行等等 只能夠有20%以下 後來 合約卻降低為65%比35% 也就是餐廳 銀行可以35% 而目前 實際營運的文創業 更不及50% 所以根本就沒有符合 文創的產業別 那應該要求富邦停業 所以換句話講 也就是富邦 本來八成以上要用在文創 一直降低 降到現在違規 無所謂 我這個剛好我也告過 你也告過 檢察官也判這個 為什麼呢 他其實他最早是八十二十 其實那個數字都是騙人的 其實幾乎百分之百 都是 都是所謂的附屬設施 他附屬設施規定的非常 你是當律師 我剛好請教你 他附屬設施規定的非常清楚 因為主體設施做文創 當然大隊文創做的 所以他後來從20% 把附屬設施增加到35% 但只列兩個項目 你注意聽 附屬設施 現 小吃餐飲 因為富邦的母體事業是富邦金控 金控 行業 等 這兩個項目等 結果後來他把35% 全部變成附屬設施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飯店 我說這不符合 他說應該等 這飯店是屬於等 所以可以等下去 那他的這個原本規定的附屬設施 小吃餐飲 因為加上文創 就回到了主體設施 所以他的百貨公司 也因為文創百貨 就回到了主體設施 百貨有文創 什麼都文創 所以他那個後來的65%的主體設施 就是附屬設施 所以律師你想想看 為什麼可以一個警線 小吃餐飲 還有金控事業等 結果他最後的35%附屬設施 全部給了目前我們看到 要價一萬一萬元 我去告的時候 結果當時 他們法務局的解釋說 這個等可以等出來這個飯店 而且如果去等下去 要不要等什麼東西 法律可以這樣等 但是郝龍斌比較笨 還是故意用個等這邊 再照顧別人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余烈余理事長 他雖然是個工程專家 但是在大巨蛋這個工程的案子裡面 看到了財團的問題 在這個松菸雖然不是工程的問題 但是在文創裡面也看到了 財團的這個手太厲害了 所以包括今天一週刊 要登的這一些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余理事長 你看這麼多工程 這些工程你看這麼多 財團力量到底有多大 包括送金文創 財團可以到這樣一個可以說是 一個等可以什麼東西 通通可以等下去 這怎麼一回事啊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許一東啊 董事長 為了這個大巨蛋 他第一時間就跳出來講話 這些人啊 有時候 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搞不清楚還是太清楚 他們當然維護自己的利益 不要忘本 腦袋瓜裡面只有滿領 只有新台幣 為什麼 許董事長 你不會去想到 大巨蛋的安全 人民百姓的安全 你只想到 不要拆 我可以告訴你 不拆 緊急避難逃生怎麼辦 大巨蛋萬一被商業到頭 脫髮怎麼辦 百人圈安全怎麼辦 變成國際級的大笑話 我們有這個例子 我就可以回應 許大律師你 他們基本上就是一個利益的 公反結構不好聽啊 就所有利益都綁在一起 所以這個送菸也是利益綁在一起 可是送菸利益綁在一起 那大家都在問啊 這利益綁在一起 可是 另外一方不是官員嗎 那官員為什麼這樣放水呢 難道他們也有利益綁在一起啊 我有再補充一個 從以前為止 他們還沒有公布的資料 當時我在查了三年之後 在去年七月才拿到的資料 其實你們可以去查 98年七月 就是簽約之後的半年 富邦在所有的會議裡面 要我們盡快幫他開馬路 那個叫馬路三一千 叫做送菸路 菸場路 菸場路 你叫我們趕快把那個古蹟 那兩棟啊 趕快把它維修好 然後把它 他現在的各位 他不是現在這個大樓是空地 那大樓上面是有廠房的 他把那個廠房說 那個不是古蹟把它拆掉 所以他是把三塊 其中的一塊拆掉 最好位置面臨荷花池 在菸場路底端的那塊拆掉之後 變成他今天的這種大樓 更重要的 把古蹟拆掉蓋他的大樓 他說不是古蹟還差幾年 但是他就把它拆掉 其實內容建築保持的最完整 但前面有個數字 國友你也可以聽聽看 他具體的寫 是劉國志董事長 富邦建設董事長 台北文創董事長 在98年7月上面寫 將來富邦你幫我做好這些 我具體的財務回饋 實質財務回饋52.8億 52.7 結果等到我三年後 去年的7月我拿到這份資料 我跟郝龍斌問52.8億在哪裡 在哪裡 他說當時開會的時候僅供參考 而且開會的人都退休了 這我在總實際上提了 結果就是他給我們一個數字 他把誇到到什麼程度 他寫到100多億 我說我不要100多億 我只要52.8億 你52.8億怎麼算出來 他說要52.8億 要 具體的財務回饋 具體的財務回饋 要給台北市政府變成僅供參考 是開玩笑的 他說這個是供參考 因為不是寫在簽約的合約裡面 所以我們 他要求的開閹場錄 沒有寫在合約 嘴巴講的不算嗎 這是白紙黑字的會議紀錄 嘴巴講也算 結果後來還給了一個數字 100多億 我說我不要100多億 你不要憋 你就給我52.8億 最後他怎麼算法你知道 當場被好市府的財政局長打臉 他說我們的權利金 20年13億 另外所謂的營運權利金 50年2.6億 15.6億 其他是包括房屋稅和營業所得稅 這樣我們算一算 大概52.8 當時財政局長講 沒有任何一個權利金 是把你的營業所得稅 房屋稅算進去的 如果可以把營業所得稅 我交了綜合所得稅 我也交了房屋稅 我可不可以拿這些 所以他說根本不可能把 綜合所得稅 當作權利金交給國家 他說這是營業所得稅 還有房屋稅 所以最後呢 他實際上給我們目前多少錢呢 15.6億 柯P只要追這52.8億 跟15.6億差了37.2億 因為當時好市長還成立了一個 追草權利金的小組叫張經哥 當召集員 開了一次會不開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點 今天講了這麼多了 請問檢察官 請問連政署相關的這些檢調單位 難道真的都在睡覺嗎 我們的節目你們都有在監看啊 常常我們講一講還會傳真過來啊 說你們不是這樣子啊 那為什麼不辦呢 所以今天把這一段揭發讓大家了解 那請問一下台北市民的權利在哪裡 全民的權利在哪裡 休息一下我們再回到現場 看到了巨蛋的問題 看到了松菸文創的問題 在松菸文創 又看出來裡面似乎16.5億不要 要個13億 難道這裡面沒有弊案嗎 難道不必查嗎 檢調不必查嗎 檢調如果不查 人民能夠幸福嗎 大家在看的時候發現啊 這個 這個人叫做大埔事件的劉振宏 他是苗栗縣長前縣長 劉振宏遭三路查弊案 監察院連政署檢調齊發 苗栗煙火燈會8億的帳策曝光啊 他裡面顯然的有問題 那現在大家都在追 大家指的是三路在追 這怎麼一回事 先看個相關報導 2012年國慶煙火在苗栗舉辦 但燦爛的煙火都是前縣長 劉振宏燒錢換來的 在他主政期間 苗栗負債從202億飆升到648億 縣民平均每人負債11萬 高居全國之貫 根據週刊爆料 取得劉振宏主政期間活動帳目 浪費公堂情形嚴重又離譜 光是燈會跟煙火兩項 就狂燒8億 比主辦的中央或曾協辦 同一活動的其他地方政府 多出十幾倍 像是苗栗國慶煙火 費用高達2.9億元 但2013年新竹煙火 才花了2580萬 差了十倍之多 還有苗栗燈會也花了5.2億 新竹燈會卻只花了3878萬 費用一樣天差地遠 另外苗栗縣像是國慶煙火 國防部其實只花了950萬 但劉振宏大放送21場煙火 不相關預算亂編 水利城鄉處預算就達5000萬 連鎮峰處也編88萬 乘的是燈會蓋了8處廁所 平均一處就要400多萬 其他包括國際藝術劑 花了2.2億 八卦力道路開闢 泰雅文化館設置 動用現款好幾億孔友設幣 調查收證當中 那縣長不要出來說明嗎 我們還是用素面 用素面回呼各位就好了好不好 劉振宏透過秘書不願出面 但苗栗在台高竹 縣長徐耀昌曾多次發不出薪水 大砍多項預算 也曾發出一封名為 共體時間就苗栗的公開信 暫緩縣內15項重大工程 過去劉振宏主政誇張燒錢 連政署調查局以及監察院都認為 苗栗現在內情不單純 已經展開同步調查 三地區文蔡文元苗栗報導 來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這一段讓大家來了解說 苗栗縣政府在前縣長劉振宏主政9年後 負債竟然從202億元 飆到648億元 債務佔稅初的比率高居全國第一 憲民美人負債比也高居全國冠軍 到底劉振宏把錢花到哪裡去 本刊透過管道 取得了苗栗縣政府的辦活動帳戶 僅燈會及煙火兩項 就狂燒8億 還比主辦的中央政府 或曾經協辦的同一活動的其他地方政府 多出十幾倍 濫用公帑十分嚴重 人家花的錢都比他省很多 而且規模不會比他小 他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劉振榮怎麼回應 劉振榮說 我都依法行政 那我們現在請製作人 我們的製作單位 我們現在call out給劉振宏 請他對這方面我們給他說明 因為大家一週刊出來了 大家都想知道他怎麼講 所以我們call out給劉振宏 請劉縣長來談一談 不過我們看看現任的縣長 徐耀昌怎麼講 他說阿彌陀佛 你放煙火燒掉八億 招查 他說阿彌陀佛 徐老師 徐耀昌說阿彌陀佛 徐醫生你知道 苗栗最近最重要的新聞是什麼嗎 什麼 就是他們的營養午餐 學生的營養午餐 吃什麼你知道嗎 吃什麼 吃稀飯配包子 稀飯啊 配包子啊 營養午餐啊 稀飯啊 那你說苗栗這些青少年怎麼辦 那為什麼因為沒有錢 這營養夠嗎 對啊 不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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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如白開水配饅頭算了 對齁 徐醫生這不是要減肥喔 這是小朋友的營養午餐喔 結果查 燒八億啊 你知道八億可以吃多少營養午餐 不得了 八億可以吃怎樣的營養午餐 負債本來是202億 這劉振宏接的時候 他走的時候648億 增加多少 四百四十幾億 平均每人負債十億最高 其實苗栗有這個捷運嗎 沒有啊 有大巨蛋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會負債最高 苗栗有什麼大埔 那個把草莓園 草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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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中央一直在追他什麼 負債太高 那負債用來做什麼咧 各位看一下三大南高音來 苗栗線唱歌 你知道花多少錢 2.2億啊 三大南高音 你覺得三大南高 就算非常有名 來 你花個幾百萬 許醫師 三個加起來要2.2億 平均印額多少 7千萬 有可能嗎 請問他們真的是拿到7千萬 還是這個錢跑到別的地方去 馬糞館最有名了 許醫師 我們討論的快60 當時馬英九去喔 馬糞館 各位這叫馬英九奮鬥館 2.6億啊 本來一開始才有陸客去 現在怎樣 沒有人去 現在養蚊子啊 2.6億只是蓋房子 你知道為了開那條路 又花了兩三億 八卦什麼道路啦 太亞文化館1.2億 其實更有名的是什麼 他辦這個煙火 燒了8億對不對 中央在辦的只花幾千萬 他辦的要5.2億 我們中央4千萬就夠了 他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而且辦煙火的時候人很多對不對 他有一次辦燈會 聽說他的車子被塞住了 對 當場把當時唯一的女分局長 把他拿來叫來罵 然後把他調職 你就知道他在苗栗是怎樣在做 五星級縣長 但是聽到劉正 我就想到他弟弟叫劉正馳吧 對 確戰國土七七行館 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我講一下劉正馳 又要講一下劉正馳 他們家關係多好 因為我們跟他們家很熟啊 所以我們這個官司 被他這樣告了好久 七七行館也有啦 那時候大埔的事件 這個叫劉正馳 這叫馬總統 他們女兒在臉書上面講說 馬總統是 馬家是每年怎樣 過年的時候都會去看他們 都會去拜年 這是已經過世的馬媽嗎 這裡面還有這個 劉正馳他們 劉正馳 劉正馳的女兒 劉正馳的太太 馬媽媽 馬大姐 這是馬大姐 對不起 馬大姐 也是馬媽媽的 不是馬媽媽 馬大姐 馬媽媽 馬大姐 馬總統 都到了這邊去 五星級現場 那為什麼現在會弄成這樣 所以啊 石秋 我發現 這個讓我們覺得 太離譜了吧 窮成這個樣子 你看看 現在的 徐耀昌怎麼講 他說連抽地打開都是空的 他說現在 苗栗縣政府抽地打開都是空的 本來是錢發不出去 薪水發不出去 怎麼辦 其實 到了納稅季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 將來要破產 大家不想繳稅的原因了 寧願兼給慈濟也不想繳稅 原因就在這裡 其實徐耀昌應該學柯P的精神 公布 但是我必須很持平的講 國政也是當過高雄市議員 今天 如果不是柯P當台北市長 我告訴你 不管國民黨民進黨當台北市長 這些案子全部無稽而終 為什麼 所有BOT案 從南到北 從南到綠 你去檢視都有問題 因為它的結構就有問題 我很坦白地講 今天我為什麼覺得 還要給柯P鼓掌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沒有政治包袱 他是政治素人 他跟這些什麼五大財團 台灣大哥大沒有關係 所以說他不要錢 對 如果當時進來的 只要你在政治圈打棍過的 不管藍或綠 這些案子都無疾而終 為什麼 BOT案 你去查查 不是說我們 第一個BOT案出次的 周永良被收押的是什麼 高潔 周永良不就是高潔案嗎 第一個BOT案 所以這個東西 貪腐是不分藍綠的 我覺得如果柯P做了一個例子 不管菊姐 不管賴神 甚至現在許耀昌 你們都可以把它公佈 甚至所謂的 今天的福州何一宅的事情之後 你朱立倫是不是也一起來公佈 整個招標過程當中評審委員 只有公開透明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我覺得新任的現場 你一方面在詛咒這些傢伙亂花錢 你就把當年花八億是怎麼花出去的 老百姓很爽 看完之後但他不知道花八億 如果老百姓知道八億 這苗栗憲民可以幫我建多少 所謂的社會住宅也好 或是對多少中低收入或提供所謂的 不管是營養也好或是生活上的津貼 我相信今天 劉振宏絕對不可能當什麼五星八星的 這些問題就出在那八億是怎麼花的 轟一下子八億不見了 徐耀昌 戰策不是曝光了嗎 這戰策曝光 上網吧 徐耀昌就把他上網公開 這種可以上網吧 決算議員也可以把他上網 對不對 所以剛剛徐老師提到說 誰跟誰多好都沒有用 劉振宏以前跟劉振馳不是跟馬家都亨 沒有用 你看今天一週間寫三路茶壁 所以誰 所有黃清國際跟總統 不管是朝野跟總統多好 只要你犯法都要被查辦 有道理 第二個東西裡面我來回應一下石丘 畢竟石丘跟我們以前在當議員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辦一些所謂的號稱的弊案 但是你看柯文哲講 不管這些五大案裡面都講合法 對 都一定合法 當然不合理 奇怪 厲害 徐醫師就叫BOT案 我舉個例子 剛剛我們提到一個案子裡面 為什麼你不要16.5億 你要選13億 那施剛提到一個問題 還好不是選16.5億 你選16.5億 如果你漢良建設一得標的話 徐醫師你現在罵的是國民黨 怎麼可以介入 所以因為什麼 可能他是接著國民黨裡面過去 因為他是國民黨過去的黨產 早期 所以把他抓掉的樣子 這是我猜測 但是我要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要刷掉 黨產 黨營事業 黨營事業 如果我是評審委員 我不敢給漢良建設 因為這個馬上就會超選 太敏感 而且第二個問題裡面 這裡面就是所謂的華府建設 華府建設董事長就是現在遠東集團 遠東韓空中是董事長 叫張...不是張斯剛 你會給他嗎 這大家可能評審委員 在那個時候 可能大家會評估到未來整個永續發展 怎麼樣 我不清楚 我舉一個例子 谈VOT案裡面 過去十年到十五年 台灣社會裡面太流行VOT 我記得當議員的時候 高雄捷運正式爆發的時候 我們不敢講他是弊案 但是是什麼 不合理啊 怪案 叫怪案 許律師 我跟你講一個關係 怪案 我舉個例子 其中某一個標 我當了好幾年以後我們當了議員 我們補寫進去以後 所以某一個標裡面 人家檢舉說那個標是龍宮標47.2億 47.2億標端沒有開 當場被評審委把他冰到總經理高捷總經理 那個保險庫裡面 結果得標的是44.7億 趙政廠來講應該什麼 讓最高價得標 怎麼會最低價的那個44.7億 結果原來龍宮那一家標 那個標單連開 連剪開都沒有剪開 是我們在93年補選完以後 藍綠的議員裡面到高捷的辦公室 戴著那個白手套 請那個總經理 范總經理 我印象很清楚 去把那個標單拿出來 一剪開真的就人家檢舉了47.2億 差多少錢 差2.7億 這裡面到最後有沒有什麼法律上的問題 沒有法律上的問題 BOT 就BOT 所以我很難過 過去台灣的顯學叫BOT 曾如美美跟很多的來賓講 如果當時是設定地上決或最低價得標 或最高價得標的話 這些問題都沒有 這些都沒有 所以我很認同時就提到的這些東西 不管它合不合法 不管它合不合理 所有東西藍綠的政府 現在的縣市政府裡面都要學科幣 把所有資訊公布 讓大家來檢驗這些東西裡面 縱然它合法 但也要把不合理的情況來告訴大家 所以看到國民黨唯一的五星級縣長 劉正宏現在出了問題了 那當時其他的國民黨的縣市長都在後段班 可是縱然有一個在後段班 也變成國民黨的救星 那個人叫做朱立倫 那現在朱立倫他雖然在後段班 他還是救星啊 但是 朱習慧回來啦 福州合宜住宅不是裂開了嗎 有裂痕嗎 回來的怎麼都不去看一下呢 那你怎麼監督呢 你怎麼對這些市民交代呢 所以 朱立倫對於福州合宜宅態度到底是什麼 我們先看個相關報導 福州合宜住宅之前趕在屋主交屋前 開放媒體拍攝 當初看來內部都很完美 但實際屋主厭惡後卻發現 有的牆壁夾層卡了塑膠杯 浴室門框不平整 而且還凹陷下沉 車有煙機管線中間破洞 大門門框刮痕累累 還有牆壁尤漆凹凸不平 相當離譜 來 打 打 腳一跨議員想會看日盛生 福州合宜宅卻累翻牆 就連住戶想看顏自己家也被擋 住戶為什麼先擋 你們不要一起擠進來 氣得大罵到底為何遮遮掩掩 兩柱均列斑駁一大塊 再往前走也是裂痕不滿 臨時補上的漆一擦就掉 他說用這個就可以補牆 而且還沒乾 如此粗糙情形不止一觸 甚至天花板負重不了 開始漏水 你當然有裂痕的話 那是處於結構方面的話 那當然是不正常的 就那麼簡單而已 這沒有什麼爭議的 很正常的現象 這麼大的量體 事實上只有一點點的瑕疵 我們講瑕疵 我認為還好 還說是正常 政治上升在福州合一住宅網站上 也坦承厭惡後有五大缺失 目前正在和住戶協調當中 兩張鑽石獎狀拿到手 國家建築金獎 最佳合一住宅規劃獎等 統統頒給他 發個獎項 國家認證最高榮譽 如今卻是出爆不斷 朱市長在這件事情的態度 其實是非常的詭異 跟不尋常的沉默 政府背書成為板指標 新北市長朱立倫 還推給銀劍署負責 住戶花了大半輩子的積蓄 買到瑕疵品 只能組字就會 小蝦米對抗建商大金魚 福州合一住宅裂開對不對 那裂開了 今天又有個地方裂開 剛剛其實徐老師有提到 雖然我們在第一段有提到 但在這裡還在讓大家看 又裂了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 站外的水泥地裂縫在線 又裂了 他補好了現在又裂了 好 我們再看 裂了在這裡 給大家看 這個裂開了 這痕跡在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要告訴大家 福州合一住宅多離譜 誰蓋的日盛生 美和事 大家看 獨家 自由時報的獨家 他說 福州合一宅厭屋 要求避免專家陪同 欸 好離譜喔 給大家看來 新北報導 在這裡報導了新北市的 日盛生承包興建的新北市 板橋區福州合一住宅爆出 大梁軍業結構安全的問題 更有陳購戶爆料 日盛生三月底開放合一住宅A2區 陳購戶燕屋 但當時的燕屋通知單上 竟然要求請避免由房屋仲介或裝潢設計公司陪同 欸 仲介不是很內行嗎 這些所謂的裝潢公司不就是內行的嗎 因為你可能會把裂痕用裝潢蓋起來嘛 請避免讓這些人來 欸 這個很奇怪 所以是講 從這裡再看到劉振榮的事情 看到這一些 發現我們在政府 包括跟政府很好的這一些政商關係的人 吃我們背心吃夠夠 怎麼會這樣 確實是這樣 這個日盛生除了這個福州合一宅之外 它在新北市還有秀峰段 三重大安段 還有三重大同南段 還有三個青年住宅的BOT 也都是日盛生得標 所以我一連串事情 我都覺得有點疑惑 就是為什麼老式公共工程 都是這幾家公司去標 日盛生啦 還有這個 其他的一些相關的建設公司 還有這為什麼都這幾家 為什麼沒有其他人願意去包這樣的工程 是不是他們對於包工程的 門道特別的熟悉 門道 對 我覺得門道是不特別的熟悉 你這句話有意思 那為什麼其他的廠商不願意去包 是不願意去包 還是說就是要日盛生 所以就門道 這是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也不是不分藍綠 因為工程品質是永續經營的 可能一個房子50年 100年在這邊 藍綠執政可能4、5年 7、8年就換 我覺得這個東西品質的部分 藍綠要把它跳出來 共同來監督 因為這是大家的公共財 你用的是政府的土地 那你蓋出來的東西 是全民會享受到 我覺得這個不能放鬆 那朱立倫 還沒有去看 我覺得朱立倫看不看 我覺得重點不在他看不看 他下了什麼指示 他也指示了這個法務局 斯剛有沒有去看很重要 他發了法務局 他要選總統 拜託使用執照 發了法務局 去協助住戶 來求求法律 使用執照是新北市政府發的 最後還沒有發 沒有 已經有交互了 A3 A6還沒有發 A2已經發了 A3 A6還沒發 兩個還沒發 斯剛講到一個重點 我補一下 他說門道很重要 其實斯剛我們真的要看 日盛生是怎麼大的 許醫師他是怎麼大起來的 美和市 焦酒 他是這幾個案子大起來的 現在到新北市 我們講合一住宅 新北市還有什麼 還有社會住宅 到桃園還有什麼 汙水下水道 那是BOT案 他這些案子 其實可以賺多少錢 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日盛生 我還是要講 在馬英九時代壯大 在郝龍斌時代 吃這麼多 在朱立倫也是有 所以朱市長有沒有去看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發生 是在國共論壇之前 許醫師大家在問說 那你去之前 為什麼不先看一下這些 四千多戶 對 斯剛 我們那時候就 在我們節目就有提到 上禮拜四我們就講了 對 有來賓提到說 你不是要去朱席會 朱席會之前看一下再去 表示我們人民 還是比你的朱席會重要 不去 所以我 回哪裡也沒去 回來到現在還沒去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你看 這個劉振宏是亂花我們的錢 當然亂花我們的錢 花到哪裡去 我們要問 還有把我們的土地亂蓋 蓋一蓋好像 蓋出一些投工減要的 福州合宜住 所以這個看出來 這些人是什麼心態 這些政商是什麼心態 我覺得 我常常對這個劉振宏這個角色 我常常都自己很質疑 因為他雖然是國民黨的縣市長 五星級縣市長 對 五星級縣市長 比這五星飯店還高級 但是他的一些作為 他有一些講話 我覺得縱使是跟他同黨同志 我覺得都看不下去 譬如說他在大埔案的時候 那些的講話 然後他對於這些市政的處理 譬如說他趁人家去 在台北抗議的時候 去拆人家張藥房的房子 對 我覺得我這個 我這個看不下去 所以我覺得 很多國民黨的形象 我覺得這些的縣市長 坦白講要分攤很多責任 他們要負一些責任 要負一些責任 就是為什麼這些人變成 後來後期 變成適應團體一個標的 而且把這影響 整個都把國民黨裡面 整個陪葬在裡面 我覺得這要一起做這些承擔 所以我覺得小英講得非常好 他說我們不反商 我們只反對特權 而且阿蘇如果民進黨執政 你就不需要再從事政治投資 什麼叫政治投資 對 阿典時代政治投資不少 對蔡英文來當選來檢驗他 很簡單 這個政治投資 剛剛講任生生是怎麼做大的 任生生民國七十幾年 那時候剛成立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資本額82億 歷經馬英九到郝龍斌 以郊九為分水嶺 然後這個美和氏大賺齊錢 他現在已經1200多億了 這樣賺那麼多嗎 一二十年的時間 十幾年的時間 從81億到1200億 他的魔手 不是只有台北市 新北市桃園 奇怪了 怎麼都有日生生 來 我們來看一看 因為我在那邊 你不是儲算在那邊 放轎走過 所以我知道 普秋這個地方 我們坦白講 真的是板橋比較落後的地方 他連外的道路 他只有一個普秋橋 平常就會塞車 然後一個路就大關路 不然你看 那你現在四千四百五十五戶 對外的設施不夠 我告訴各位 連加油站都缺 你如果一萬塊的人躲進去 我請問 那幾個百塊 我 開個牛肉麵店就賺錢 可怕嘛 我問你怎麼出來 你告訴我 一萬多個人 連個加油站都沒有 不能出來就在那邊吃飯 所以我開個牛肉麵店 生意一定很好 你如果劉正宏當市長 就在那邊放煙火節好了 大家在那邊看煙火就好了 你看看 這裡面 這些人會在這邊買房子 是一輩子的積蓄 經濟人力不好 結果他們說那家怎麼你知道嗎 還沒告訴以前 那土壤連乾絲分離都沒那麼多 水解開就擠起來了 然後門窗打不開你知道嗎 連酸子都有問題 為什麼 然後連菜都咬菜 脫光剪掉嘛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住戶很生氣嘛 然後 其實我還問過這個建築專業 我們說樑柱 柱子是最重要的 然後再來是大樑 再來是小樑 叫樑柱敲開 我問這有沒有結構性的問題 那我請問你朱立倫 你的實用執照是怎麼發的 怎麼發的 實用執照要看這個嗎 消防安全 對要看吧 你的消防安全有沒有問題 你實用執照居然可以發的下來 然後你從頭到尾 國共論壇前你不去 國共論壇完以後你也不去 可以看嗎 然後居然叫你看屋的時候 專家不能來看 要避免專家陪同來看屋 所以換句話講 網路上就有人在講說 朱立倫為什麼不去看 因為現在去看看到裂痕 他會很尷尬 所以 臉上三條線 找到他頭臉上來了 等日生燈補好了以後 他還去看的時候 帶著媒體去看 哇好漂亮 你看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 當然這是在諷刺他 不過應該要去看了吧 國正 去不去看 我覺得他身邊的幕僚 自己會判斷 然後人民也會自己有公斷 但是我回到劉振宏那個案例 我覺得說這幾年很多的學者在呼籲 遠近雜誌動不動就平定個縣市 首長幾星幾星 但是這個很難過 他辦了這麼多的活動 都是煙火式的活動 有演唱會 現在每個縣市在比賽辦演唱會 因為演唱會辦越大 自如性行銷活動 上了媒體的廣告就越多 這都免費的 第二個放燈火 三大南高雲去聽一次要很快 他免費 再來就是什麼 跨年晚會 每一場都幾十萬 但是很多的縣市的負債 現在秒率縣是十一萬 十一萬人軍會在全國第一名 很多縣市五星級的縣 五都很多也都第二名第三名 所以我是覺得說 老百姓來看這些東西裡面 也都要要求我們的縣市首長 你要把錢 在這種所謂的煙火式的活動 演唱會 跨年晚會 放燈火 辦了其他的 什麼活動的過程裡面 應該督促我們的縣市首長 多一點錢 做什麼東西 做有益的資本支出 這個東西是我們很希望期盼的東西 第三個 說真的 上禮拜是我就在現場 許醫師你的節目 上禮拜是我們就在現場 我們也呼籲朱立倫市長朱主席 其實他的幕僚 是不是應該說讓他在整個 你不用帶媒體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對 都不去 你可以不用帶媒體 對啊 你去看一下 你可以帶你的公務局的局長裡面 你去到那邊有一些住戶陪統的話 情況之下裡面 先了解什麼樣的狀況 你當場去做一些指示 對 我覺得這些東西裡面 我們真的無從去幫他 去做任何的評論 我們只能主動的建議 因為我們聽到一些聲音 第二個 上禮拜是我們節目就在這裡建議 第二個東西裡面就是 縱使朱市長不去 其實大家在台北市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緊急救援投手 就是誰 就是侯友宜 任何重大的所謂的相關的救援活動 對 侯友宜可以去 他有去嗎 侯務市長其實他如果去 大家對他的公信力其實滿鮮的 而且他的代表性也夠 他說又沒有去 他也沒有去 他也沒有去 對啊 所以這些東西裡面 我倒認為說 持平而言 我們是主觀上希望他去 但之所以他沒有去 我也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什麼 你看終結出事情 那這些東西 齊佳龍在韓國是馬上趕回來 福州這個事情多久了 你處理了不聞不問 但是 然後我再簡單不錯一點 但是妹妹這個東西裡面 因為朱市長是昨天在市政會議 他從出國回來 當天一大早裡面 他有表達這些東西該怎麼去做 怎麼去做出來 根本不在意 不會說不在意 一個父母官怎麼會不在意 他有在意嗎 講這個話就有點嚴重 他在意是什麼 在意的方式 或許說表達的方式不同 他做了什麼事情 你告訴我 他今天裡面要求 公務局的局長裡面 該車照就車照 你剛剛講的結構性的問題 你這些死照建照怎麼發 還有A3A6裡面 這裡面怎麼未來可以去做 A3A6暫時不發 對 第三個 施剛提到一個問題 不是只有 日勝生不是在台北市的座椅 這一處 湖州可以住宅 還有圈裡是其他的 那你其他的地方 你們是不是要用最嚴格的方式來 那我請問你是 而且他的公務局 你去查了其他地方 那我請問你為什麼都是日勝生拿到 是不是日勝生跟朱立倫太好 我不知道 這地點第二點不一樣 這個地方很大 上個禮拜就說要撤照 我今天還問了新北市議員 他們說撤照 對不起 沒下文 你今天怎麼告訴我 你現在沒有下文 不是 你的關心是到底什麼 我們明嘴可以一天講 一點東西 那持平而已你要把它撤照 你先聽話 你到底做什麼 我們合理的懷疑有沒有結構上的問題 那不是我們這幾個明嘴 你先聽我講 你講我你先聽我講 你講一句話不要做十天 你要不要去做超音波的掃描斷電 你要不要像余淚理事長這種結構技師 土木技師裡面 現在大家一定要讓公正客觀的鑑定單位 來做一個客觀的看法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如果他認為是偷工減料 動作要快 要快 就這麼一句話 至少你人要去看 人心就可以安定下來 你人不去看 福州的合余住宅 就像福州那個字一樣 浮在水面上 那怎麼辦呢 休息一下再回到現場 我們接受觀眾朋友 您call in的意見 嘉義陳先生您好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我覺得現在的我們台灣的問題是出在說 這個我們所有的這個用人的標準都是用考試 你可以考的台灣大學 但是你不代表你是善良的人 你考的當法官 不代表你是正直的人 都用考試來選擇一切是錯的 這些考試的人都是沒有能力又不會做事 又不善良 像法院 我以前車行圍照一張本票 法院兩年都沒有辦法處理 沒辦法處理 法院又告我 告我什麼恐嚇他們 好謝謝陳先生 新莊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 喂你好 你好 我那個就是發表一些一點意見 因為我一樣住在台灣土生土長 我現在七十歲了 只是說為了我們每次看節目 台灣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十一住行 四種最重要的 已經出的食安問題了 那個上次我們大家都黑心的 衣服是我還沒有發覺說有人住 就像現在的合衣宅 就是說大家也買到那種 好像那個地震一來的話 不要怎麼辦 那行呢 那就現在我們在講那個大巨蛋 影響到我們那個捷運 說真的啦 我們一出門就是要安全嘛 那說真的看到這種節目一開始我們洗女票怎麼辦 我們現在我的年紀大 但是我們要看我們下一輩 好像那個下一輩說真的 像我的孫子 以後他們也要在台灣生活對不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是覺得說台灣是一個寶島 我覺得說大家要珍惜 好謝謝林小姐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到現場 我們看到了福州合宜住宅 那朱立倫到現在還沒有去看 副市長沒有去看 那怎麼辦呢 人民到底要怎麼辦 人民的安居樂業到底十一住行要怎麼辦 在這個同時 朱立倫他沒有先去看福州合宜住宅 他跑去了朱席會 朱席會回來以後也還沒有去看 不過朱席會有一個插曲 有一個叫董淑貞的董大媽 那這個董大媽現在他到底引起什麼爭議 昨天我們call out給他的時候 也跟我們來賓起了一些口獎 這一些言語上的衝突 到底這是什麼我們來回顧一下 董小姐請教您現在才是國民黨的黨代表嗎 國民黨黨黨員嗎 我是國民黨42年的黨員 那你為什麼您的資歷上 又有你是江西省政協海外代表 又是中國中央統戰的 你們今天好好去看看什麼江西省的代表 我們叫做特約委員 董小姐昨天全台灣人都認為 你是共產黨的統戰的代表 還有台啟聯還有台協會 懂嗎 那些都是統戰單位 你在昨天的發言在全台灣 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彈 對國民黨的選情造成很大傷害 大家都認為你根本就是 替共產黨講話的一個統戰代表 完全不顧台灣人的感受 跟台灣人的感情 你要對台灣人道歉嗎 我為什麼要對台灣人道歉 我為什麼要對台灣台灣道歉 小姐 你也傷害了陸沛 你羞辱陸沛 陸沛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像你講的那樣子 去做國民黨的投票部隊 你們已經在危害台灣的下影 媒體的扭曲 你們知道嗎 你們到底對台灣 媒體扭曲什麼東西 你們做過多少戰事 可以對台灣人民去負責 小姐 如果你們的訪問 只要當方面的話 你們不用訪問我 因為我講話不會輸你們 我現在要離奇一些事實 你跟我吵架幹什麼呢 我跟你吵架什麼 這樣你跟我吵架幹什麼 我再問一些離奇一些事實 什麼叫怎麼樣 你跟我吵架什麼 就是因為你這樣的態度 就是因為你這樣態度 如果你繼續用這樣態度出來 你只是傷害國民黨 我必須要講 如果你是繼續用勾勾在上 然後自以為是的態度 你是傷害國民黨 我希望你不要再做到代表了 俊老師怎麼看 其實剛才是三位國民黨黨員在對話 對啊 一個黨代表 一個剛被開除的 我想周一口一定是感慨很多 這個是黨代表 結果他要被開除 這樣的黨代表 王宏威可是是國民黨的市議員 王宏威剛才講什麼 他說你這樣在傷害國民黨 他講的不是周一口 他講這個所謂董小姐 其實他為什麼講說 他對台灣很好 市長胡志強搭橋 董淑貞捐贈原民學童獎學金 跟行動圖書車 所以他講說他在太平鄉做了一些事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 他應該可以做 也沒有問題 可是個人的行善跟政治上是兩回事 我想我們慈濟已經講了非常多了 董小姐為什麼姿態這麼高 許醫師 他在大陸也捐助平同 可是更重要是什麼 上海阿斯列夫開挖工程董事長董淑貞說 近十年來我一直在上海承包市政工程 這類政府的工程一般不可能判給外國人經營 而我持殷疾 因為他是英國的護照 但因為來自台灣大陸政府從沒有把我當外人看 其實是因為他來自台灣沒有當外人看嗎 還是因為他講的這些政治上的表現 董淑貞只有在九二共識的一中原則下 兩岸關係才可能正常發展 他據稱兩岸關係將由經濟交往走向怎樣 政治協商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董女士她的政治態度 是不是換得非常多的經濟利益 那你拿這些經濟利益來做一些行善 不值得這樣再講 全台灣民眾都在看 我還在講 昨天沒有藍綠問題 昨天是三個國民黨黨員在對話 為什麼會對話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看那個董淑貞他很好玩 他是中國國民黨的黨代表 然後他是中國共產黨的政協委員 然後他又是中國投票 總戰部的海外理事 然後他還兼我們僑務委員會的 僑務諮詢委員 他還是我們外交部裡面 用錢去補助的 世界自由聯盟的四盟會的委員 所以他又是共產黨 他又是國民黨 他又主張同屬一中 他說我們趕快簽政治協議 四剛 你們這個黨員真的是厲害 對 這個黨員還是英國人 他拿的是英國籍的護照 所以基本上應該不算是中華民國國籍 如果他有放棄這個雙重國籍的話 他應該沒有放棄吧 對 不過我要講 第一個我覺得 這個很多事情都是一個態度問題 他如果今天就是他 平鋪直樹講他自己的政治態度 我覺得OK 每個人都有權利講他自己的政治立場 跟態度 如果他是用這種 用這種叫罵式的 用這種叫接式的 用這種比較高傲的心態去做這個政治態度的話 我坦白講沒有人會接受他的講法 而且他沒有錯 他傷害到國民黨 而且傷害到台灣 這一塊所有人的感情 你也覺得他傷害國民黨 沒有他傷害國民黨 第一個 國民黨其實很多的立場 跟他的講法是不一樣的 沒有國民黨 突然也不鼓勵大家去做什麼政協委員 去做什麼海外統戰部的什麼理事 統戰部耶 是啊 這我覺得他是個人行為 我覺得把它就歸類在個人行為 那他今天發言呢 坦白講我也不認為他不代表國民黨 統戰部怎麼可以當我們的僑務委員的 僑務諮詢委員 是啊 所以其實 還有政協委員 他們這個其實在海外 其實如果他拿英國籍的話 因為英國在海外很多僑界的人員 其實坦白講就兩邊都有接觸 其實很多是兩邊都有接觸 包括生意的往來也好 或是一些文化交流也好 都會有接觸 但是我們大家看 董淑貞憂發言影響政府 以此僑務委員會諮詢委員 我們僑務委會要聘任僑務諮詢委員 可以找一個有政協身份的人嗎 可以找一個統戰部的理事嗎 然後我們政府都沒有過濾嗎 所以我要問的是 郭政 馬政府都不過濾啊 就這樣子啊 我想這個東西講到很好的一個重點 就是這些僑務的特聘委員怎麼來的 我所了解早上在諮詢 這兩天在立法院的諮詢 你們是所謂的僑委會吃上大戶 是由各處外代表處去領聘 對 領聘的 代表處也是我們的政府單位 徐生你提到一個問題 難道你去領聘這些人都沒有去做過身家調查嗎 對啊 有這麼多人會要找一個具有所謂的 統戰部的這些理事的身份嗎 難道沒有其他人可以來 他政協還有統戰部的身份可是印在明片上 我想施剛講的一個重點 在國民黨裡面當然有分成所謂的 台灣本土議事的本土派 有所謂的深藍這個同派都有 泛藍都有這樣的屬性 但你可以做你的聲音 但是你是一個黨代表 你是一個僑務委員 你在公開的場合裡面講說 不要理台灣其他人的聲音 你不是傷害台灣人民的聲音 不是傷害國民黨 那不能他們才叫做傷害 所以這些東西裡面 我覺得我們也不用談論很多 其實其實是從他今天辭 喬務委員 特兵的喬務委員 已經證明一切 他的發言是不當的 對 董淑貞的案子 第一個讓我們懷疑的 除了說喬務委員 你到底有沒有身家調查 第二個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的執政黨主席 朱立倫朱主席 你容許你的黨員這個樣子 就在你的面前 你覺得這個黨員要開除嗎 當然要開除啊 周玉寇 你又不是國民黨 我如果是朱立倫 我一定把他開除掉 這樣子啊 你傷害了 如果周玉寇需要開除 那這個要不要開除 這個算什麼 這個要開除嗎 第二個 許醫師我現在比較好奇的是 那一天 在朱立倫那個會上 他的發言 他到底身分是什麼 他說他黨代表的身分 他是國民黨黨代表的身分嗎 對 他是黨的身分 他是那邊代表 我就說他代表哪一群人 去講這群話 他講他為什麼知道有30萬 陸配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所謂兩岸通婚 說他是去問了國台辦 知道有35萬 所以才去把那個什麼 一百多萬票算出來 我想請問他那天發言身分 到底是誰啊 那不管是誰 你講這種話 那朱立倫你當場沒制止他 你沒反駁他 就已經很過分了 你回來你居然對他都沒有態度 可以這個樣子嗎 你是執政黨黨主席耶 這個人是有這個政協身分的 可以這個樣子嗎 那第三點我要講 那天董淑貞講那個話 我都懷疑 他除了是黨代表的身分 一樣是台灣人 你看到董淑貞只要主張一中 九二共識 哇吃香喝辣 可以到中國包工程 可是看看殺雞儆猴 中國點名我們的學者 佟振元 他說啊 你講的對中國不利 封殺 訪問團全部叫停 那也叉叉嘴 其實佟振元只是一個發言 就是說 從主席會來判斷說 可能對於國民黨下一次選舉 沒有那麼看好 只有這樣的發言而已喔 就這段話 對 就這樣被封殺 他說這段話叫做言論扭曲 我就說這是學者的評論跟判斷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美國那些媒體 什麼紐約時報VPC 中國要封殺你的言論 隨便都可以找個理由 像其實台灣很多的媒體網站 其實坦白講都被封殺 你像剛剛說 比較中間的 比較清藍的UTN聯合報 他的網站在中國大陸也是看不到 也是被封殺 更不要說什麼自由 蘋果 所以其實他要封殺你 其實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就這個自由心證而已啦 沒有理由